让李明等了将近50年时间 新装四围路152项连接万安街87项 短短不到30公尺距离 终于在去年10月份顺利打通 不但造福了上百户李明出入便利 而且也将原有环境脏乱点一并改善 等了将近50年时间 新装四围路152项连接万安街87项 短短不到30公尺距离 终于在去年10月份顺利打通 除了造福上百户李明出入更加便利之外 同时也将原有环境脏乱点一并做改善 其实他就是幕后工程 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 过去是一个脏乱点 用路人行走的不方便的地方 新工处来争取 让这条道路尽快来打通 林朝级里长表示 这条巷道未打通之前 李明只能够在三米不到的狭窄路面行轴 老人的交通问题还有恶臭的环境生活大受影响 原因就处在这里 在地主把他卖给建商 我们得资以后 就快点请我们七公所公务客 将同意书签给新北市政府新工处 让七公所公务客来规划 在106年7月17来动工 106年的10月12号来完工 让有几百个住户能够受贿 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干净 这条巷道未继承道路 当初地主将部分道路售出给建商 里长得知从不假借他人之手 多次找来了建商出面沟通 取得同意 并加快脚步向市府新工处申请 果然不负众望 在106年7月份动工 同年10月份就完成了道路打通事宜 至于巷口有多处的衔接点 太过于接近 里长要往来用路人 请简述通行 因为这个路口非常的近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用路人 经过这个路口一定要来减速 因为时常发生小事故 再次我们也透过媒体 要我们的用路人能够小心减速慢行 做事讲求效率 林朝鸡身上得到印证 不仅解决里民出入不变的困扰 而且居住环境变得更加的舒适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